RNGM赢下VG青春风暴直接熄灭了 欢迎再一次融入B组 冰冰离谱的操作让个迷你心态崩了 随后又把他逗笑了 这才是最真实的B组 你可以猜中结局 却想不到过程 就在刚刚RNGM跟VG上演了一场 让人猜不透过程的比赛 你可以猜中是RNGM最终赢下比赛 却没办法想明白他们是怎么赢的 青春风暴刮到WB就直接熄灭了 再一次融入进了B组 而第二局比赛 冰冰离谱的操作 也是让个迷你心态崩了 可能就是他们会在B组的原因 新人成长的速度太慢 冰冰还比不上风霄 连刚上场的极光表现也比他要好 至少不会出现这么多名场面 上打 直接闪现拉开位置大招一波 一出 哥亚这边赶过来 死了 啥也没干 死了 这边副架都站起来 五打四没打过 太离谱了 冰冰这波太离谱了 这肯定一波了 这肯定一波了 啥子来的都一波了 我真的麻了 对不起啊 挂意思啊 我实在猜不透兄弟们 我实在猜不透 他家的谁能赢谁能输 真的 猜这两个队谁赢谁输 不如猜他家胜负 不如猜那个人头 不如猜人头的那个单双 随后双方来到决胜局 VG被一波团战 直接就打崩了 把个mini都直接逗笑了 这才是最真实的B组 你可以猜中结局 但没看过过程你 永远想象不到 属实是有点亏贼 点点黄牌定没定到 你可以蹲盾山啊 盾山这波被卡的 受不了了有点 海悦过来了 逼出一个闪 末将撕血 哦死了 这波一闪还交了 猪八戒又来了 这边一个杯 杯到了 你看抽象吧 抽象 哎打赢了 攻本这个位置锁了个 关羽 踩一脚 还有一个拉 拉进去一个攻本舞蹈 应该是没了吧 留住了一个 海悦单条打不过攻本 但是他不用跟你打呀 只要拉扯就行 是的 等你出来你就死 所有人围着他 一个杯 死掉 好了 一个个来 一个个打 三十八秒的时间掉了 来说反应 爱伤 好看 一路直接 一下就穿了兄弟们 说穿就穿啊 穿的就是这么的 触不及防 结果可能你猜的对 但是这个过程 你不看的话 你永远想象不到 他的过程是这样子 总的来说 RNGM跟VG 常年在B组 不是没有原因的 特别是前者 自从有分组开始 目前为止 他们都没离开过B组 如果不是取消了 升降级制度 他们早就掉到K甲去了 至于VG就是 因为没老选手带着新人 比赛输多了 新人心态就崩了 自然而然就融入了B组 所以一支队伍想重组 至少要有一位老选手带着 比如猫神带 LGD跟AG 最后大家觉得 VG还能崛起吗 冰冰是不是 KPL最离谱的射手呢 LGD跟VG